每年的跨年夜都是个大卫视角力的主场,大伙也是乐得开心。 然而,今年的跨年夜,却遭遇了千所未有的尴尬情况。 是的,一大票明星假唱上了热搜,其实以前假唱的情况也并不少见。 但是如今,大家对假唱的接受度越来越小了,对实力歌手的渴求越来越强烈,甚至抓假唱已经成了观众们的一种爱好。 不过,在这次跨年晚会上,有一个人的唱功,却丝毫未受到质疑,甚至还凭借超强的来实力圈的无数。 那就是屋里花花,华春雨,跨年晚会上花花一出现就惊艳了全场,带来了当晚的一个高潮。 看看当晚湖南瑞士跨年演唱会的舒适率曲线就知道了,一路飙升。 当晚他演唱了两首歌,寻三笔道立视角飘秒大气。 其间舞台把气费燃,万如电影画面,搭配他空灵自然的声线简直燃爆了。 稳稳的Live水平开DCD,让人情不自禁沉醉其中,嗯,现场的效果有多惊艳。 大家看看何老师的表情就知道了,何老师,内心OF,华春雨,就是牛。 除了人榜现场以外,华春雨此次跨年演唱会的表现,更是震惊了一众网友。 大量的围观群众,甚至乐评人,都被他这次惊人的Live表现着折服了。 赵南瑞,为著名乐评人,当然啦,路人们可能会因为华春雨此次的表演感到震惊。 不过,我们粉丝即使对这种事情早就见怪不怪了。 但凡是听过花花现场的,或者是看过电来之战的人都知道,他绝对是那种能够凭借来实力圈粉无数的人。 充沛的感情丰富的肢体语言,接挂色如的高威迪音乐和娃娃的完美鞋接。 基本上除了跟着一起嗨,现场歌迷没办法考虑其他的选项了。 他仿佛有着异常人的天赋,音乐灵感源源不断,天生就懂得用音乐去表达自己的情绪。 可以这么说,他就是为音乐而生,天纳之战第一季的时候,他改编的我的滑板鞋,2016和七天大盛经验了所有人。 这两首将创意和灵感,发挥到了极致的歌曲,让人听完浑身都是极皮疙瘩。 大家开始发现了华晨宇在音乐上的才华与悟性,并忍不住为之折服,天籃之战第二季,他也没有让人失望。 他的每一次改编演绎,都能够给大家带来惊喜。 第一期他改编的《阿里莎的姑娘》,将钢琴、rock、rap的多种音乐元素融合于一体,一首简单的歌被他演绎的当期回肠。 就连杨宽都是散不绝口,花花改编别人的歌,所有的气质都是他自己的。 第二期他面临着巨大挑战,因为他要演绎的是腾格尔的经典作品《天堂》,原唱已经激进完美。 他的发挥空间十分之小,还好,压力限制不了花花的灵感。 正如他所说的,伸手不见五指的话,你会觉得这个空间是望不到边界的。 可是你把灯打开,就能看到所有东西。 他,独辟蹊径,充分利用了自己如梦刺幻般的空灵畅强。 采用New Age的全新改编方式,来演一首歌曲。 腾格尔老师的版本是大气杭博,空院辽阔的。 而花花的演唱,像极了一位伴流浪许久的诗人,在重新踏上草原时,大肆享受着那春风绿草剧马奔腾之愧意的感觉。 这种全新的,充满未来感的音乐让全场沸腾。 后来他又戴上假面,化身中楼怪人,一曲《我很丑但我很温柔》,唱出了独特的华晨语风格。 赵传老师的原版,写中了大多数人内心的自卑底色。 而花花则有古典音乐的表现形式,将底色转变为,更符合自身气质的疏离孤独。 从而赋予这首家喻户晓的歌曲,以强烈的个人风格,好评不断。 当然,大家印象深刻的余丁还有他对昏豆罗的改编,这只是一段背景音乐,只有旋律,没有歌词,与其说改编不如说是在创作。 不瞒大家说,花花自己见到这首歌,是内心都是绝望的。 在二十四,小时内把几乎人人都能喷出吊字的魂豆罗,改成一首全新的摇滚歌曲,真的是太难了。 然而黑暗恰恰可以给花花重生的力量,尽管他自己已一直被紧张包围,尽管他自己直到上场前都有些不能确定, 但他的确是完成了一次成功的改编。 再一次话不可能没可能,当熟悉的红白机BGM响起,花花开口就是一段妖娆的Rap,把红豆罗时代的经典元素一一道出, 随后在喷勃的声音里,把摇滚力量一拳拳打出来。 他的歌声,让人感觉红豆罗不是一场简单的游戏,而是天生骄傲的战士浴火重生后写下的壮丽史诗。 拼搏,喂,雪姓,另无数游戏玩家心吃什么,说实话,开完两季的天籁之声,小剑觉得这个节目真的是不分走尽寻冰场空路, 感觉第二季歌曲改编的难度,第一季,上升了好几个台阶,简直是开启了地狱难度模式。 就从花花一直以来的选曲就能看出来,改编魂豆罗就算了, 连网上有名的喊麦声曲,一人饮酒醉,也被节目组纳进歌单, 然后又幸运的落在了花花身上,喊麦虽然火, 但其实并没有获得的许多专业音乐人的认可。 花花的这次改编,也让大众敲手以待,究竟是李歌手对喊麦神曲的演绎,会有什么不同? 在天籁之战的舞台上,他采用银唱说唱结合的形式,通过爱尔兰花枪, 将一首中国风的一人饮酒醉展现了出来, 本握着的模样居然有种东方不败,雌雄同体的济世感, 你们感受一下,一人饮酒醉华晨与天籁之战,第二季第九七尤其是, 尽管他唱的是《我一人醉》,却唱出了众人皆醉我独省的感觉, 也给这首歌赋予了更高的情感和内涵, 网友也是一片好评,可以说,自本季天籁之战开播以来, 花花每一次对歌曲的颠覆改编,都给观众带来新的, 惊喜,出了前面说到的歌曲, 他还改编了夜半歌声至近张国荣, 还有引起网友热意的Bub, 《我回来了》,他的风格如此多变, 有唱诗般的庄重与神秘, 也有迷幻摇滚般的光怪陆离, 有低沉动人的走心唱腔, 也有吟唱高歌的绕阳高音, 然而,无论什么曲风的歌曲, 到他手里都会刻上读取个人风格的烙印, 让人一再惊叹于他的音乐灵感与悟性, 大家不妨从下面的金句和集中集中感受一下, 他对歌曲的改变演绎, 用老少流行的话说就是, 还有这种操作, 如此与众不同, 也只有话成语了, 天蜡之战这个舞台给了花花太多激发灵感展现自我的机会, 我们粉丝们也只能掰着指头数节目还有几期, 每看完一期都是一边惊喜于花花的演绎, 又忍不住太晚于节目渐渐走向本声, 在前两天播出的天蜡之战倒数第二期节目中, 花花搭配选手马路演唱了冯小刚经典电影, 大腕主题曲白痴, 原唱是王妃, 大家都知道, 王妃的歌曲不好唱, 因为她的个人特剧太明显了, 而选手马路在试音时, 唱唱又很有王妃的感觉, 很容易就变成模仿原版, 华晨宇这次也是费尽心力, 尽职尽责, 运用了巴洛克式的腹调将白痴的编曲结构进行大改, 一方面可以帮助选手马路脱离王妃的影子, 还可以对变动后歌曲的层次与流畅度进行调整, 大家可以听到, 最终歌曲白痴, 以她的吟唱腹底, 左用气声, 低声, 在高潮影无字wrap切出, 逐层逐层渐进堆叠, 到极致的宣泻, 与女生柔而不是张力的吟唱交接, 阿虫唱与编曲交融, 一气呵成, 情绪凌厉, 让人仿佛置入了一场疯癫狂热到黑色幽默, 如痴如醉, 只能说, 在花春雨的身上, 你永远也不知道, 你将会看到怎样的惊喜, 尤其是在天籁之战这个灵感迸发的舞台上, 至周六, 也就是1月13号20, 30还有最后一期天籁之战, 统子们, 去看显身兮兮吧, 我看显身兮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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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